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的话是它的移动 那么二型坦克的话是针对一型坦克的一个非常好的三个方面的提升 那么这个飞跃的话是一个质的飞跃 仿佛是一个虎一像虎王的一个飞跃 我们知道这款坦克的话 首先火力的话上面是三门主炮 加上两边的激光枪 并且的话还有两枚导弹在旁边 我们知道一型的话只有两个Diablo炮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它的装甲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前面的话 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红外线的玻璃 这块的话虽然也是防弹 但是的话这个装甲明显是比它要厚实 这款坦克的话在这个装甲防御上面的话 也是远远的超越了这一款一型坦克 好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移动 移动的话可以指这个承载员的数量 我们劳管坦克的话 其实一共可以承载两名成员 一个是司机 一个的话就是上面的这个机枪发射手 这是两名成员 而我们这个二型坦克的话 其实里面是可以承载七名成员 有两名可以坐在这个驾驶舱 一名是机枪手 还有四名的话是坐在这个装甲车里面 一共是七名人员 那么这个承载量的话 其实已经等同于我们之后出的这个水下攻击型了 水下攻击型的话上面也是坐七个人 而且的话我们知道这个HIS-2型的话 后面还有两个小鸠可以占两个人物 所以说如果加上后面两个小鸠的话 一共是九个人物 已经超越了水下攻击型 当然水下攻击型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载救 也会进行一个测评 那么在三个方面的话这款坦克的话都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款坦克 我们知道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HIS-2的话就希望把这款坦克设计成我们这样的客丝二型了 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对这个演示特别的话是信心不足 认为坏人的话应该没有卖的那么好 所以说的话就把这个坦克的浓缩成了一个比较廉价的版本 当然后来的话才大气粗 那么就是不忘初心的把这个梦想的话最终的实现 那么待会的话会看这个细节 好那么这款坦克的话我们说它的这个直观的感觉的话 就是一款非常科技含量以及非常科幻的这么一个载具 我们说的颜色的话其实是介于蓝色和灰色之间的这么一个颜色 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星战里面Darth Vader TIE Fighter的这么一个配色 我们知道这款载具的话其实是学习了星战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上面的这个机体的话就是学习了这个Imperial Shadow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我们说红色的颜色的话就是这个西斯武士的一个主要的配色 我们上次讲过它的名字叫做克斯战车 那么我说如果它翻译成黑丝的话可能小朋友不会去买 那么也有迷偶说的话其实可以翻译成西斯战车 因为你看既然学习了星战的这个钛合金的这个机体 包括这个红色颜色叫一个西斯战车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战车的话搭载着这个星战人物的话 是绝对没有一个违和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里面做的是这个星战的风暴兵的话 并且上面的话是我们的Bubble Fat的话 绝对是非常好像这个星战走错这个片场一样 所以说是非常这款也是非常适合量产 好 我们再来看这款坦克 这款坦克的话呢 它的第一次在动画片里的出场的话呢 是在Deek Animated里面的Operation Dragonfire 是火龙熊舵里面出场 一开始的话呢 就是给这次我们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火力压制 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错误不顿 那么这款坦克在漫画出的出场的话呢 是在第97回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是这个在这个Cobra Island 就是这个眼镜蛇岛 是他们的基地上面 由这个光头博士来介绍提升了性能的这个克斯坦克 那么可见的话呢 光头博士呢在这款坦克的提升性能的时候呢 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啊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108级里面的话呢 这款坦克的话呢 是再次出现围剿这个特征不对 那么在这个109回里面的话呢 也是这款坦克的话 有一个经验的一个出场 并且的话呢 配合这个Soul Viper 就是索命使者的出场 我们知道这个索命使者的话呢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强手腕的这么一个人物啊 那么他的出场的话呢 也是虐杀了这个Heavy Metal 这个crank case Dog以及Finder等人啊 那么之后的这个110回的话呢 这款坦克的话呢 也是在城市里面有一个虐杀的一个行为 好 那么这个玩具 我们再看他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纸品 了解他的基本信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纸品部分 纸品的话呢 这个盒子的正面的插画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搭采了三个人员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Frag 那么他是一个洋出品的一个制弹手 是这个角色 那么第二的话呢 是阿里舍母 我们后中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测评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驾驶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地方那个CobraHeath 那么Heath的话 你也前面讲过的 这是一个缩写 全称的话叫做High Speed Sentry 是高速哨兵的意思 它是一个二型坦克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搭载了Heath2坦克的这个司机 他的名字叫做Track Viper 就是追踪蛇 好 那么他的手臂的话 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并且的话呢 手臂可以去拿这个武器 好 那么具体细节的话 可以看这个盒子的背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盒子背面的话呢 是这个玩具已经拼装好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呢 它是一个Study Construction for Rocked Play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非常耐玩耐造 好 第二部分Rotating Gun Tarred with Tri-barreled Can 就是可以旋转的这个炮塔 并且的话呢 是三个炮管 之前的话呢 是两个炮 这里面还变成三个炮管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是Searching Light Bar 那么第三个的话 就是这个灯光 可以去搜寻敌人 然后再往下的话 是Winshell这个挡风玻璃 然后下面的话 是Two Man Copy 是两个人做仓 那么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提升啊 我们知道 其实在第一款 躺下设计的时候 就想让它做两个人 那么八九年的时候 这个点的话 是把它实现了 好 这个地方呢 是Pivoting Side Gun 是两边可以进行 移动的这个枪 这个枪的话的口径 是100毫米口径 那么基本上 一个这个小枪的话 就顶上了之前的这个 90毫米的口径 这个Diablo了 好 再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导弹 它是可以追踪导弹 两枚 两边各有一枚啊 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是里面还有哪些内容 包括这个 这个机体的左右部分 然后包括前面 导弹玻璃 包括这个机舱 然后包括这个 可拼装的履带 然后包括 两个履带 下面的环轮 并且包括 上面的炮塔卡碑 还有我们前面的 灯光部分 两枚导弹 还有两枚边上的这个枪 好 以及这个人物 和贴纸蓝图等等 那么这个是一个 里面有什么内容 一个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卡部分 人物卡的代号的话 是Trackweb 它是追踪蛇 它是His-R的驾驶 好 这个地方 His-R型坦克的话 它是一个现代化的 这个演战士部队的 一个战术坦克 特点的话 就是强化了部位的 承载能力 那么有这个激光制导 并且有一个计算机 火力系统 那么坦克的外面的话 是由后后的装甲 进行保护 那么Trackweb 它可以一个人 这个司机的话 可以一个人驾驶坦克 并且的话 寻找目标 并且的话 进行一个武器的设定 开火 那么这个机舱里面的话 是一个温度可以调节 并且是一个360度 可视的一个挡风玻璃 这是个高科技 蛇兵部队 以及演战士的 一些其他部队的话 经常来开玩笑 认为这个Trackweb 就是这个Keys-R的司机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的笨拙 并且非常慢速度 不宜参加步兵 当然的话 它们身材是非常魁武的 肌肉很发达 它们的身材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 驾驶这个克斯2型坦克 因为就是因为 它们的强壮 个头大的话 才适合去驾驶 如此沉重的坦克 因为如果这个履带掉下来的话 它们是可以进行一个更换的 那它们的话 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武的一个人物 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的话是纸品部分 那么这个值得注意的话 就是这个纸品部 这个插画的话 就是画错了 这个枪的话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对比一下 这个画的话 这个枪明显是装反了 因为如果这样装的话 这个人物跟前面 这个瞄准器 发射器的话 就距离太远了 那么本身海特宝 不应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而且不是犯了一次 是犯了两次 这个地方画错 这个地方的话 也给画错 这是一个不应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首先的话 在这个地方 Cobra Heads 2 那是克斯二星坦克 那么Tribarrel 就是三个炮管 Thermal Propulsive XTX A20B Cannon 那么这是一个热感推动的 一个XTX A20B的一个炮管 是三个炮管 第二的话 是Nighttime Surveillance 那么这个是一个灯光系统 灯光系统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在夜间 也可以找到敌人 这么一个灯光系统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第三个的话 是Sophisticated Infrared View Shield With Transparent Anti-Blast Coding 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精巧高科技的设计 那么即使在夜间的话 也是可以找到 是一个红外线系统 并且的话 它是可以防止爆炸的 也就是说 如果被导弹机中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这跟克斯一的话 是非常接近 那么第二的话 是Early Warning Attack Sensory Panel 这个地方的话 是如果对方向你攻击的话 它是进行一个攻击的提示 可以说是一个导弹的预警能力 第五的话 是Hydraulic Synchronized Propulsive System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液压形式 可以进行一个炮火的伸缩 那么这样的话 也是一个缓冲反作用力 第六的话 是Canon Base Heat Sensitive Early Warning Reader 那么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雷达 是一个热感雷达 那么也是一个在寻找部队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么只要有热源发出来 就可以找到对方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七段 是100mm Armour Piercing Laser Machine 这个地方的话 口径是100毫米 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穿透 对方机甲这个雷射枪 我们知道这个克斯一型的 这个炮管的话 才90毫米口径 那它的话是100毫米口径 所以说的话 其实这个坦克的话 应该做的更大一点 我们看可以做的更大一些的 好 那么第八的话 是Detail Manitulated Lock-on Target Laser Guiding Coordinators 那么第八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也是在跟灯光这个位置 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是可以进行电脑测算的 一个追踪的这么一个系统 好 那么第九的话 是Atmosphere Indicator Great for Wind Velocity Measurement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测风系统 如果有风向进行改变的话 是可以测得很清楚的 那么是防止一个子弹射的不准 好 那么在我们下看 那么是Titanium Plate Cannon Command Control Tarad with 360 Degree Movement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钛合金 那么是可以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 我们来转一下 OK 没问题 好 继续往下看 第十一的话 是Track Trash Storage Compartment 4 Direction Analysis Converters 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储藏 这跟克斯1的话 其实是非常接近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储藏一些物品 好 那么克斯1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储藏一些地面作战物品 这个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经典的传承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二的话 是Service Hovering No Noise Multi Warhand Slam 那么这是一个猛击导弹 那么Slim Down 是灌篮高手 那么可以理解为 这个猛灌和灌篮的意思 那么这个导弹的话 是两边各一发 是可以进行低空飞行的 这么一个导弹 是可以把对方击碎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三的是 Steel Bonded Puncher Proof Hall 那么第十三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里面 是有这个承载人员 那么这个地方的装甲的话 也是防止冲撞 以及防止爆炸的 这么一个装甲 好 那么再往下 第十四的话 是Ground Crunch Alterane Tractress With Automatic Directional Mechanism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履带 那么履带的话 可以进行多地形的 这么一个行进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一个主动轮 跟这个克斯一的话 也是一样的 主动轮的话 都是在这个后面的部分 我们知道 这个造型的话 就是学习的 这个英国的坦克 马克一 那么是一个1916年的坦克 好 那么第十五的话 是Fully Operated IFF UHF VHF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and Jamming System 是在这个末尾部分 好 末尾部分的话 首先的话 是进行一个沟通雷达 并且的话 也是对方一个干扰雷达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既可以跟自己人沟通 也可以去干扰对方的雷达系统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细节介绍 那么再往下的话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如何去拼装的纸品 那么这个的话 首先是底部的两个小轮 那么可以进行滑动 那么进行安装 然后铝带安装 然后的话是这个主体安装 然后就是泡下这个部分 把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就是下面的这个座舱 可以把它安装上 然后就是上面的灯 然后就是这个承载人员 我们在里面看这个小棍 然后的话 就是一个后面的一个盖 然后最后的话 是把这个泡安装上去 最后的话 是小人可以放到里面去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造型 好 我们来看这个玩具本身 终于到塌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压手的一个玩具 是非常的有质感 比这个克斯1的话 其实提升了并不是一个级别 我可以对比一下 看一下 好 好的 那么细节的话 已经说过了 那么有一些比较需要去点出一点 比如像这个地方的话 是可以从里面向外看的一个小孔 包括像后面的这个地方 这12345 这是一个 一个是一个通气孔 一个的话 是可以从里面向外进行射击 这个在很多坦克上 都是有这个体现的 好 那么两边的两枚导弹的话 可以把它拿下来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有细节度刻画 那是一个进行一个低空飞行的 这么一个穿甲的这么一个导弹 可以把它放在边上 两枚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在开头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这样下拉下来 那么里面做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驾驶 驾驶的话 这个地方腰部的话 是个小卡子 这个小卡子的话 可以把它在座子上 坐得非常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人部分 这个角色的话 感觉是一个比较偏科幻色彩 并不像是一个特种部队里面 这么一个成员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说他的身材很魁梧 但是的话 其实没有我们这个frag魁梧 所以说的话 这个人物的话 也是一个缩小的版本 车的话 也是个缩小的版本 其实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大一些的 因为我们知道 像这个Diablo的话 是一个90毫米口径 而我们边上这个小枪的话 就是一个100毫米口径 所以说的话 这个车的话 应该是一个 还是缩水的一些 你把它做得更大一些 才配得上这个名字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护目镜 有点像指挥官的造型 然后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杀制的这么一个手感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logo 那么红色的手套 好 那么腿部的话 这个从膝盖往下的话 这是一个灰色的设计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把匕首 OK 它的武器的话 是这样一把小枪 这是一个刻画度 非常精致的小枪 更是像一把雷射枪 好 小人名文的话 是在后面 那么时间的话 是1989年 Hasbro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是由这个小卡子 可以把它 这个咳住 它的腰部 然后这个小卡子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它 插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上去 好 就像这样 那么其实有一个小窍门的话 就是先把这个卡子拿下来 然后装在小人的身上 然后的话 再把它这样 像这样 壳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座舱里面 座舱里面的话 是一个两个人的控制系统 这是一个两个座位 其实根据这个完全介绍的话 那么一个小时的话 就可以完全操纵这个车的一个向前行进 并且的是一个武器射击 好 那么上面的话 细节刻画呢 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这个脚步的话呢 都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而且的话呢 是两边都是不一样的 好的 所以说的话呢 这边的话 如果是驾驶的话 那这边的话 这应该是一些其他数值的一些估算 并且的是一些建议的作用 好 那么 我们看一下 是这样来把它打开 所以说的话呢 人员不用再爬上坦克 直接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 好 两把枪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360度的一个旋转 好 那么上面的话呢 已经有两个炮碗变成了三个炮碗 这是一个激光发射 上面的数值的话呢 更加的做的详细啊 之前我们的科斯一的话呢 只是一些贴纸的刻画 那么到我们这个上面的话呢 已经变成了非常好的细节 包括像这个雷达呀 像这个液压部分都做的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车灯的话呢 是在这里 那么已经是一个魔柱的刻画 而之前的话呢 只有一个贴纸的刻画 在这个车的最前面 好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冲在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车的底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细节的 我们知道这个车在刚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其实是想这个车进行一个末尾的一个头弹啊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引擎 而是就是一个头弹的一个理想放在这里 就是他们不愿意把之前的一些想法的 就是把它完全抛弃掉 就是一定要把它加在上面去 能加多少就加多少 好 那么下面的两个滚轴的话呢 可以让坦克的话呢 可以这样滑动的非常的自如 好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科斯二的话 还有一个人员搭载能力 就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的话呢 先进行向下压 然后呢 把它向后来掰 像这样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是坐着四名成员啊 那么可以把这个拉出来 OK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四名成员可以坐在里面 非常舒服啊 并且有两个小棍 可以让他们坐得非常的稳牢 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一个小槽 这个小槽的话呢 你是可以进行一个武器的收纳 另外的话呢 呃 这个小夹子 如果你有富裕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这里的 好 那么这个小夹子的话 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放在这里的 我猜的话呢 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的话呢 是一个设计理想 是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加在上面 然后最后的话 进行一个简易设计 就变成一个小棍这个压漆的这么一个设计了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有这个多余的这个C clip的话 也可以放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是人员搭载 那么前面的话是两个人 这个地方是一个人 然后加上四个人 一共是七个人一个搭载 另外的话呢 在这个载具的后面的话呢 还有两个小棍 小棍的话 也可以是让我们的小人站得非常稳 所以说到一共加起来是九个搭载人物的这个能力 那么分别是后面两个中间四个 前面的话呢 是三位成员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搭载量的这么一个克斯二型坦克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测评 我们今天测评的话呢 是Key's二型坦克 这块坦克的话呢 不论是在一个性能上面 包括这个人员搭载啊 火力上面 还有这个装力的上面的话 都是对这个Key's一型的一个完美的提升 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一个体现 这块坦克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值得量产 目前的话呢 我是有两款希望的话 依然是可以攒凑12枚坦克 可以进行一个团队的一个建设 那这个坦克的话呢 在动漫里面和这个漫画书里面的话呢 都是有很多的出厂 那么希望大家的话呢 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大家点赞订阅订阅转发 那么可以在我频道前进行留言 我们进行一个玩具的交流 我们后面的话 还有有很多的载具性测评啊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款我非常喜欢的载具 就是这个水下攻击型 但并不是下一期啊 我们预计的话呢 是在第55期的时候 进行一个测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Crawling back With a new cobra here Look out Over and back With a new cobra here Shows never face firepower like this And nobody will see I go For being an American hero One, two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fire like a rocket Say the word you know I'm ready to go I don't just talk that talk I'm talking Yeah I walk that walk I'm walking Yeah I'm on it but you already know